相传 京城有座安宁宫 宫里有位锦宣帝 不知什么门烟 从不策封过 不要 不要 如今又有一位先策封的贵人 正在等待锦宣帝 皇上驾到 皇上 这就是新贵人了 丽妃 你在这干吗 近日西北战乱 我兄长仍在前线奋勇抗敌 本以为皇上今晚会忙于朝政 就不来联行新贵人了 朕不信 人会凭空消失 小李子 去看一眼 是 我 我怎么在这儿 我记得我在片场 本来在后场 然后剧组放饭了 对了 简轩哥哥好像是蓝衣 等等 我那是爷道老 好像有这妖风 然后 她是谁 而算了我她呢 难道她没死 哪来的妖女 莫非想行刺皇上 我 行刺皇上 难道是要我演个世纪班落的女刺客 刀印定是在盯着我呢 序本里怎么写的来着 是位 保护皇上 是时候表演是真正的技术了 是可杀不可辱 狗皇帝 我要跟你 通关于剑 大胆 战事不断腹背受敌 都是你们外戚肝症的下场 妖女 一派胡言 这眼巴巴瞅着是要王国呀 狗皇爹 你 你的 良心不会痛吗 父皇遗证 有位贵人呢 让外安内 难道 就是她 一介妇人敢敢议论朝堂中事 来人 给朕拿下 谁呀 你敢打不动 打得好 我是不是像姑娘 是 我就是系统军萌萌 欢迎来到 皇后养成信 本公子原本效力于一位老爷子 专管剧组里的意外死亡 现在 他老人家好不容易要退休了 计划将位子远于我 可可于 我手里还有多余一次恩赦的机会 想去寻找一位 内心诚斥 命运不济的有缘人 将这机会赠予他 祝他完成一个心愿 你 现在是新册封的贵人木武 刚刚贵妃明显就是想置你死地 当务之急 是想着如何能够度过今晚 你要是死了 就再也回不去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我刚才怼天怼地的 把他们都给得罪了 我现在怎么舒畅啊 有了 刚才我晕倒之前 丽妃娘娘来给我送了一瓶酒 莫非这酒里有毒 这酒不是本宫送的 你不要诬陷本宫 那你在新贵人寝宫 洞房花烛夜 穿这身衣服干嘛 皇上 皇上 臣妾哥哥在戍边抗敌 是护国大臣 而臣妾 却在宫里 被这个妖女污蔑 皇上 要替臣妾做主啊 后宫真还转心边是吧 仗着手握兵权的哥哥 威胁皇上 本姑娘早就见识过了 都是些陈年老梗了 你这丫头胡说些什么呢 你口口声声说 这酒里有毒 那朕倒想知道知道 你为什么没被毒死啊 因为 福大命大呗 既然这个丽妃 还在这里狡辩 那我今天就好好治一治 丽妃娘娘来一口 皇上来一口 她是喝啊 没想到 这新贵人大难不死 难道她就是 这命中注定的皇后 这毒酒把人手都灼伤了 早知道就让她 被那杯酒毒死算了 我也是救了她一命 可也只是奉人家 做一个小仪 对了 我得跟你聊聊剧本的事情 我跑龙套这么多年 终于能完成 当女主的心愿了 好 那你说说吧 我演的这个木武呢 是个大女主 聪明 伶俐 倾国 倾城 虽为一介女子 担心怀家国大事 名字我都想好了 木武传 你还真行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你记住 只要演好你的皇后就行 完成心愿就行 可是 你千万不能爱上她 要不然 咱们这个任务 就直接失败了 我们也都出不去了 放心 让你看看我的演技 眼光不错 可惜积分不够 不就是几身破衣服吗 哇 这还有手机啊 只要你赢得景泉地的好感度 获得了积分 我就带你买买买 哼 不就是逢让你做戏吗 还能难倒本姑娘 丽妃娘娘驾到 妖女 订了功后 还没跟本宫请过安 真没跟你说 哦 哦 确实是按道理 我得给你请安 听说 丽妃娘娘二十八岁 才混进皇宫 按年龄和辈分 我都比你小不少呢 本宫 是方龄二八进的宫 不是二十八 竟敢口出狂言 污蔑本宫 偏殿那位 替我掌她的嘴 娘娘 穆小姨是安宁宫的政委 嫔妾身处偏殿 若你要责罚 还是请直接打我吧 快起来 穆小姨 轻轻与您初次相见 您是小姨 我是嫔妾 怎敢与您相提并论 这安宁宫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我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主子的脸 放肆 谁敢阻止本宫 大胆 真保护的女人 你都不放过 皇上 您可别忘了 现在西北正值战时 若您此时还护着这个妖女 恐怕会对江山设计不利啊皇上 搬弄是非颠倒黑白 你才是妖女本妖 放肆 这后宫岂容你妖言惑众 胡说 哪有什么妖女 不过 像我儿这样 敢直言不讳的女子 朕倒是第一次见 朕有一生你为贫 你一下如何 主人 我 多好的机会啊 别忘了好感度的任务啊 早当皇后 早离开 虽然她保护起来 人挺帅的 但是人们不能恋爱脑 谁知道她是不是诈男 她不愿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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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